雖然說現在手機的拍照功能已經很好了 但每次到了晚上的時候 拍出來的照片一樣都是很醜很暗 更何況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夜拍功能很強大的高階手機 但是沒關係 這時候你只要利用一些小道具還有App 就一樣可以拍出一張好看的夜拍人像照喔 像這些照片我都是用iPhone X就拍出來的 所以接下來我就要告訴大家 你沒有相機的話要怎麼在夜晚也拍出這樣的人像照 那如果不想要錯過更多國內外的旅遊玩法的話 一定要訂閱開啟鈴鐺 Let's go 很多人在晚上的時候也喜歡拍出穿梭在人群中的照片 但如果你只是隨便按一下快門就會拍出這種照片 就是你完全跟背景的人群是融入在一起的 所以這時候我就要教大家怎麼拍出動態模糊人像照 這樣你就可以從背景的人群中跳出來 這個就是利用長度的原理 讓你曝光時間比較長 這樣你移動的物體就會是模糊的 然後靜止的就會是輕群的 那很多人可能都覺得這要用相機才能做到 但其實用手機就可以囉 那我們都知道iOS11以上就會有Live Photo的功能 那Live Photo它就是記錄像你拍照瞬間的前後1.5秒的影像及聲音 但很多人可能就會覺得Live Photo就是拿來挑一張你最喜歡的瞬間 但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你在Live Photo的照片往上滑 它就會有其他的Effects 像是Loop啊 Bounce啊 然後還有一個Long Exposure 所以現在我就是要用Long Exposure 幫Celine拍照在人群中的動態模糊人像照 那為了讓Celine的臉是清楚的 所以這時候呢我就會搭配上美景品的補光燈 那美景品的補光燈它除了外面的環形光之外 它還有中間的鑽石光 然後你都可以搭配使用 就會產生不同的亮度 那另外它有分白光跟黃光 所以呢你可以根據當時的情境來決定你要用什麼黎色的光 那像我現在因為 那已經算是還蠻靈亮的 所以我就會使用外面的環形光而已 然後我會使用白光 那美光燈它除了有光的部分 它下面還有光角部分 所以這時候Celine就可以離鏡頭近一點 那因為Live Photo是紀錄前後1.5秒的 所以總共是要曝光3秒的時間 所以這3秒Celine都完全不能動 不然它就會跟背景一樣模糊掉 那除了Celine不能動之外 記得拍照的那個人手也一定要穩 然後這時候呢我可能就會找可以靠著的東西 那如果不能靠著的話 就是手要記得夾緊 這樣手就比較不會晃 很多攝影師夜拍的時候都喜歡拍車軌 但是一般人可能就覺得 拍車軌那麼無聊 到底關我什麼事啊 但其實如果你會拍車軌的話 就可以把車軌跟人像結合 就是一張很厲害的夜拍人像照 那我現在在兩邊都是車流中間的公車站 就很適合拍出這種車軌人像照 那剛剛有說Live Photo可以調整成Long Exposure 所以這時候你也可以拿來拍車軌 但這個模式下拍出的車軌 因為它的曝光時間不夠 所以拍出來的車軌就不會很好看 所以這時候我就要用另外一個APP來曝補 就是Slow Shutter Camp 這個APP你就可以直接調整它的感光度 還有它的曝光時間 這樣就可以拍出一張好看的車流跟人像照 大家要記得如果要拍車軌照的話 一定要用腳架 你因為長時間曝光 如果你相機晃動的話 你整個上面就會補掉 但是拍的時候就有試過 就是不要用腳架 然後我就很努力想說 好 我就不要動 結果Janny還是被我拍的跟鬼一樣 不要這麼不爽啊 你到底在拍什麼東西啊 你在拍車軌是人鬼 不是 人整個不掉了 欸 我覺得你這好像比較美耶 你這就是有種藝術感啊 哪裡美啊 已經打開這個APP之後呢 就按設定 好 設定之後呢 就調到這個Light Trail的部分 感光度的話調到1 4分之1 然後曝光時間的話 我這邊會調到4秒 然後這時候ISO就Auto就好 然後 Janny你現在要暫停呼吸4秒鐘 對 不然你也會胡掉喔 喔 然後你要等那個 後面要有車來的時候 不然沒有光 不然沒有光 太陽車來了 4秒不能動喔 3 2 1 我沒按到喔 你過來看 叫你不要動 叫你不要動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不是 我叫你不要動 不是 我叫你不要動 我的臉 不是 因為它那個光影會一直變 稍微側臉一點 不然這樣有點 就不要讓臉透光太多 好 再一次喔 我要存起來 這個時候呢 就是Safe就對了 因為這張很醜 1 2 3 好啦 其實拍這張照片 真的有一定的難度 我們自己也是試了5次才成功 對 所以就是切記 你拍照的那個人 你絕對不可以動 不然臉就會整個胡掉 然後還有一定要用腳架 這時候呢 我還會另外加美景品的補光燈 因為如果四周都很亮的時候 你的臉就會相對比較暗 這時候我就會用補光燈來補臉上的光 接下來我要教大家怎麼在晚上的時候 拍出那種有點酷 然後有點冷艷的人像照 那這種照片呢 首先就是要找一個購案的地方 因為這時候呢 你才可以用補光燈製造出陰影的變化 這時候呢 手機也可以調到照相裡面的Dramatic Chord這個濾鏡 就可以拍出一張比較酷的人像照囉 我等一下就直接到那個 比較暗的地方的那個牆面牌照給大家看 是不是要調成 你今天調到Dramatic Chord 這個濾鏡 OK 你看現在像鬼一樣的 因為很黑 OK 然後現在就是要開燈 然後要把補光燈 拍成白色的好了 因為白色比較有酷的感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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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就幫我找好看的角度 這樣已經滿好看的其實 然後你現在燈放在右下的角度 然後你現在燈放在右下的角度 右下的角度 看起來很不一樣耶 欸這上面有點厲害 有沒有酷的感覺 而且它就可以這樣子 很多不同的陰影的角度 然後像這樣也是另外一種感覺 就是它會隨著陰影變化 喔…這個很厲害耶 18 要不然你幫我拍了 好…突然… 這真的好玩… 你要這樣握擺表情 好…你這時候可以轉側臉 轉側臉 對… 你要笑喔 好… 往下看好不好 好… 好啦那晚上拍了冷夜的照片以後呢 我們也可以拍出可愛的照片 瑟琳快來我們來拍一張可愛自拍照 可以加入可愛的一組嗎 可以 沒有… 雖然你長得不是很可愛 這麼難得 但也是可以被拍得可愛的喔 沒有… 好…這時候呢… 好…這時候呢… 就只是換了魚眼鏡頭嗎 對…它有魚眼鏡頭 對…它有魚眼鏡頭 然後這時候呢…就可以用橘光 橘光就是會有一種比較溫暖的效果 有耶… 我覺得差滿多的耶 快點…妳這副可愛中本的可愛一點 我要…我要比葉嗎 天啊…我真可愛 我覺得我比妳可愛 快點大家留言 誰比較可愛 誰比較可愛 好…抱歉… 抱歉… 抱歉… 我跟你說 這個補光在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 你如果只打中間鑽石光的話 就會有小臉的效果 你看像我們現在就是… 有環形光 然後有中間的鑽石光 就會像這樣 然後再…如果我現在把外面的環形光給關掉 好…你看…是不是有差 欸…真的耶… 紫開這個好像真的臉比較小耶… 為什麼會這樣啊… 因為中間鑽石光它就只打你中間的五官 所以你… 旁邊就會有自動有陰影的感覺 那以後就不用… 修容都不用… 以後就不用修容了 好…你明天就不要修容 不要啦…還是打一下 好…那如果覺得剛剛教的那些都太麻煩 你只是想要拍一張人像跟背景都好看的夜景照的話 那你就直接買iPhone 11吧 什麼爛tip 你以為大家都跟你一樣有錢喔 不是啦… 好啦…我也沒錢買iPhone 11 所以呢… 因為全部都拿去買這個包了 喂… 被發現了吧 好啦…那如果你們有iPhone 11的話 還是可以靠補光燈 然後加上Neuro King這個APP 拍出一張好看的夜景照 所以我剛剛用iPhone那件相機拍出來的照片就是長這樣 對…臉超黑 然後背景也是非常多的照點 我加上補光燈以後呢…臉就會變亮的 但這時候呢…背景還是超級多照點 所以這時候再用Neuro King這個APP 就可以發現後面的照點都處理到不見了 很像iPhone 11拍的耶 然後臉也會是亮的 其實它用的原理就是跟iPhone 11的拍照功能一樣 是拍多張然後再合成一張 然後把照點什麼都處理掉 所以你在拍照的時候就要記得 手一定不可以動 所以你如果手動到的話 它可能畫面就會晃到 我真的覺得這個APP還滿好用的 那雖然說它現在下載的話要170塊台幣 但是我覺得比起買一支iPhone已經很便宜了吧 真的真的 其實這個便宜很多 一直搶包包 一直搶包 在那邊說 噢那個APP紅 好便宜 好便宜喔 沒時間使用了美肌皮的補光燈以後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真的還滿好用的 因為它除了就是可以用不同的燈光的強度之外 讓它有不同顏色的選擇 而且它就是可以360度的轉 然後還可以180度的前後整點 就可以收進我這個廢物小包裡面 超級方便 那我們今天用的就是它的旗艦版 就是有這個光還有雨夜還有廣角的鏡頭 那如果說你會覺得說你已經有廣角鏡頭的話 你不需要的話你可以買這種輕便款的 就是它唯一的不同點就是它沒有這兩個鏡頭 然後其他功能就是補光燈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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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樣 那些全部都是一樣 然後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到他們公網看 更詳細的資訊 我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述述裡面 今天學了一天下來就會發現說 原來那些看起來很厲害的什麼車軌照啊 動態什麼 原來我都沒有想過是手機可以做到的事情 對吧 而且連你都拍出來 雖然說也是拍蠻久 可是我覺得拍出來蠻有成就感的 那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一定要買到最高階的手機才可以拍出這些照片 但其實你用一般的手機 然後你可以再自己摸手一下背後的原理啊 然後還有用什麼tips可以拍出這些照片 其實是蠻有趣的 像是你去bar啊或是去飯店或是去演唱會 這種比較lowline的地方 就不用擔心拍不出好看的照片 只要帶著我就不用擔心囉 那妳好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lain 然後記得要訂閱開鈴鐺 如果想知道我們平常要幹嘛的話 也可以follow我們instagram 那就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簡直是可以再放一次這張照片 我覺得Jenny真的很美嗎 應該怎麼放哪張照片啊